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教科书外的台湾史 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 我们曾经就台湾跟日本之间的经济贸易关系 来进行解说的过程当中 有提到一个1979年底 当中华民国跟美国断交之后 那么美国要怎么样可以介入关于远东的事物 于是我们有介绍到一个美日安保条约的远东条款 那至于远东条款是什么呢 是不是再请老师帮我们解释一下 是 远期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想这里面是要简单的说明 因为美日安保条约有关周边的状态 是从远东条款到周边有事的转变 那我们在上一集中 跟大家做了这个关于 1997年以后周边有事的状态 他这样强调不是一个地理的观念 可是周边发现哪些事情的可能 那早在这个美日安保条约签订的时候 关于远东条款这部分就 美国日本关系就不一定是一样的 我们必须要了解 日本在战后整个体制来讲 是维持一个非武力国家的状态 所以他的部队是自卫队 当然现在慢慢再改变 现在慢慢改变 可是在以前那时代 那这个时候 因为美日安保条约 那美国如果根据安保条约的什么规定 介入所谓远东整个事务来讲 日本的态度会比美国保守一些 这是想要说第一件事 但是因为有远东条款 所以没有中美共同防疫条约之后 那如果台湾周边真的发生了 严重的政治经济 或者是特别是军事上的问题 因为台湾海峡是日本进口所有的 重要的经贸的网络的一条线 因此基于保护日本的安全跟国家利益 这个时候可能美国就拥有军事介入的空间 这样来讲就变成说 台湾海峡的无害通过 这个我们讲日本时代常讲这一块 或者是沿着太平洋 对于我们对于太平洋这条线的航线 都变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形 那从你的角度来看 却变成是某种程度变相对台湾 军事保障的一个设计 是 那那么在所谓的远东条款之下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 就是1996年的台海危机发生的时候 其实美国就是依照日本的安保条约 来派遣独立号跟尼米兹号的航空母舰舰队 来驰援嘛 那当时候有关日美安保条约 其实适用的远东 是否包含台湾 其实好像有曾经发生过争议 那这个争议是什么呢 就是那些换围到什么地方为止 所以为什么我们当时记得特别讲说 到1997年一月 怎么还没处理 因为认知上既然有落差 只靠解释 就变成是一个不稳固的状态 所以透过新的指南 就更明确的来强化 到底美国军事介入的这种空间 跟要件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所以在这个情形 1996年变成 那时候柯林顿跟日本的桥本首相 他针对美日安全保障的共同宣言 来说明当时两国对于这个安保条约 可以行使的范围跟要件 做了一个清楚的说明 这个说明对台湾来讲 当然是一个有力的发展的方向 是 那么也就是老师 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 曾经跟我们讲过的 就是1997年修正的美日安保新指南 其实就有强调说 所谓日本周边是属于事态的概念 而并不是地理的概念 只要是美国认定 某个事态会干扰远东的和平跟安全的话 他其实就可以根据美日安保条约 来动用武力 那日本也必须要配合是这样吗 是的 是 那么接下来就要请教老师的是说 那台湾跟日本之间 不是一直都有钓鱼台的主权争议吗 那在台日的经贸关系当中 又怎么去处理这个钓鱼台争议呢 是 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钓鱼台的争议说实在的 就历史而言 国民党政府要负担非常重要的责任 钓鱼台群岛跟台湾有非常密切的 一页的利益的纠葛 那我记得以前我们上节目已经不止一次讲过这个 我说 可是以前讲钓鱼台是中国的一部分的说法 很奇怪 包括什么慈禧太后的什么 玉子等等 也很多被证明是不是真的 所以我常说讲主权问题不要人家讲国际法 我们讲故事 这个不大适合 所以翻头来讲就是说一开始 原来的国民政府后来的中华民国政府 根本没有意识到钓鱼台跟台湾的关系 所以一直到1960年代为止 中华民国政府审定的地土 还把钓鱼台群岛与间隔群岛的民族 当作日本领土的一部分 或者说不是日本 是琉球的一部分 这样说 这样可能正确 那它是琉球的一部分 就不是台湾的一部分 这是那时候政府在处理上出现的问题 等到钓鱼台附近的海域 发现了石油 挖鱼的位置越来越重要 这个时候就开始去处理所谓钓鱼台的问题 保钓鱼台我们以前讲过 今天就不讲这个重点 我们回到钓鱼台临有争议的问题 那当时在中华民国政府还没有失去联合国 中国代表权之前 那么签署了这个国际的大陆交层公约 就是大陆盆这个国际公约 就是要利用针对无人岛 钓鱼台本来是无人岛 无人岛的归属是以这个大陆盆的连结作为判准 刚好钓鱼台跟台湾之间的大陆盆的连结 希望以这个方式来争取在钓鱼台的花音权 这部分我认为是对的 你只要找一点国际法理由讲一点花音权 会比较适当 但是这样的冲突的结果 是属于台日一个不稳定的状况 不稳定的状况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是 影响到台湾渔民跟渔业的利益 我们都必须知道 日本号称叫自卫队 和日本海军 大概全世界排起来 应该是前几年了 空军也一样 所以实际上是 钓鱼台是在日本海空军有效的控制状况之内 日本也没有海空军 就叫做自卫队 这时候 台湾的渔船没那么处理 你去钓鱼台 就可能会被驱逐 或做日本的处分 所以我们政行没法改冠 对1970年代一直延续到整个1980年代 跟李政府的时代 就是1990年代 开始想说 是不是要讨论 针对这个渔权 台湾的渔船 能不能去补鱼这件事情 做一个处理 之前都是默契 所以都要互动来互动去 但是其实没有完全改冠 这个政行跟1996年的危机 因为有提出这个说法 但是 以前的问题没有处理 这样要怎么说 就造成了非常多的渔月的纠纷 我刚才说 钓鱼台这是传统台湾渔船的渔场 所以这是有历史的纠葛 一直到2013年 那么才正式又签署了台日的渔月协议 藉由各自双方的争议 来处理钓鱼台的渔月资源 台湾的渔月可以去分享的这件事情 所以这不然是算是告一个段落 但是问题是没有解决的 因为这终究是一个主权存在争议的状态之下 那双方要怎么去处理 就存就国际法里面要怎么去解决 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那除了这个重要的课题之外 可能还要继续请老师来帮我们说明的是说 那关于台日在就是空中航线 那它是怎么样去变化的呢 是 我们都知道 航空公司如果是国航 那一定是你的领土的延伸 有领土的延伸 当日本宣布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不再承认中华民国 那这个事情就麻烦了 那这个时候 你知道佛航应该是国航 现在比较不成了 所以它有一个国企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是双方的航权的问题要怎么谈 这是两行事 这两行事是同时发生的 所以一发生这个所谓的日本要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这件事情 马上影响到台日双方的航线人火延续的问题 一开始当然是延续上出了问题 但是台湾跟日本的经贸关系 不要讲外交关系 经贸关系实在太密切了 所以双方来讲都有无可替代的经济利益 有这个事情所以变成要怎么去解决 最后想到的方法就是大家都 不是大家啦 年纪稍微大一点去日本就了解 日本就设置一个日亚航来取代日航 由日亚航跟华航来对飞 对飞更有趣 那时候成田机场盖好了 可是成田是国际机场 那老共但不想在那边看到佛航 结果因此这样子 佛航变成独家去飞羽田机场 所以我们刚刚说利用这个方法签订之后来飞航 那飞航根本来因为只是 它升下来又恢复是没去羽田 所以佛航在那几年 在台日航线里面可以说是 获取了非常庞大的经济利益 只要现在松山羽田县相对于成田桃园县 哪一个比较方便 我想在台北市去日本的人都应该有很深的感受 现在交通已经改善很多 在以前交通更不好的状况下 这个影响就更大 是的 是我们还要回到就是说 台日断交之后的经贸协商要怎么样去进行 特别是在没有邦交之后 是的 没有邦交之后的协商当然是透过原来日本所建 日本跟台湾建构那一个所谓交流协会跟亚东关系协会的方式 他们基本上是每年都进行经贸会议 那经贸会议里面呢 1982年是一个关键的年代 因为那一个第七届经济贸易会议同意的议事录签署了 以后签署了以后呢 以后每年应该说每一届都会签署 那签署这个文件 虽然是形式上是非官方机构签署 但有一定程度的这种类似国际协定的效力 透过这样的状况每一年来决定怎么推动所有的经贸往来 对台日双方的这种协商方式就建立起一个比较固定的模式 当然我们也看到有几次非常不爽 因为日本是台湾最大的进口国 有严重的经贸的这种逆差 有点改变这个事情 我们也曾经想说不如停止日本进口 你就发现有困难 因为那关键民主性的问题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教科书外的台湾史 我们在前一段节目里头的最后 有跟各位提到说1982年在签署了 第七届的经济贸易会议同意的议事录之后 双边的经贸发展是正常化的 那要接下来请各位要看的这张表是台湾跟日本双边贸易往来的统计表 从1968年一直到2016年的图 那在这张图上面 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进口其实都一直是持续增加的 那单位是千美元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理解这张图呢老师 实际上不是进口一直增加 出口也一直增加 这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你看 从台湾来讲一路的发展 一直发展到1990年代 数字也可以看到 从数字都进了一位 以后呢 基本上90年代以后就是台湾出口到日本的商品的状况 是差不多类似的 相对的 其实从日本进口商品的成长状况比出口更快 所以你注意看一下 我们的出口的突破 我们如果说1996年 你来看那个进口在哪里 在1988年 那也很大的一个gap跳过来 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 变成台湾跟日本的贸易的密差 没办法改善 一直持续这样 那一直持续这样的一个原因就在于 台湾跟日本的经贸关系 我们刚才说什么关键零组件 技术合作 其实远比大家讲的困难 我想彦琪对百货公司应该比我有印象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想一想就想到什么 就是想到 如果各位观众朋友想跟我一起想一下 就是关于百货公司的话 其实大多数的百货公司后面都有日资吧 是这样吗 譬如说太平洋收购 大业高岛乌 有没有 甚至以前的汉神百货 韩信 你看每一个都可以去想到 在日本的某一家企业 跟台湾的密切的结合 这是非常重要的 连超商 你看台湾的超商 7-11 你去日本的时候也很像 所以有人说除了语言之外 在台湾逛百货商场 没有感觉到跟日本有多大的不一样 除了语言之外 这些都很像的 那些电梯的小姐的鞠躬 当然有人会选不够到位 但是就很像 整个那个结构 就是几乎是有很多类似 技术转移 跟进行模式的转化 我们看得见是 是 那么我们透过表 其实可以发现说 1970到1980年代 其实台美日之间的贸易 好像没有什么改变 还是维持三角贸易的关系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它还是有稍微的不同 那这个稍微的不同 是不是就是在 中国的因素进来了 那老师可不可以就 这个所谓中国的因素 来做进行解释呢 彦琦讲的是比较客气 所以稍微有一点点改变 实际上这改变是非常可怕的 速度是很慢的 一开始是很慢 那越来越快 因为1987年解除戒易的时候 同时开放去中国大陆探亲 探亲是个人道的行为 我觉得是对的 可是那个探亲 从有亲戚去探亲 到没有亲戚已去探亲 就变得光光 这个就是一个改变 这同时在这个时候 因为日本先受到 美国广场协定的压迫 整个经济状态的转型 那台湾也在美国压一下 变成台币对美元的生存 这都不利于原来厂商的竞争关系 第二是因为中国给了很多 好的经贸优惠的待遇 这样综合之下 基于语言比较接近的状态 让台湾跟中国的经贸状况 越来越密切 所以表面上如果只看 台湾 美国 日本好像没有改变 从大结构来讲 影响改变为什么会非常大呢 台湾对中国的经贸关系 如果再包括香港下去 1997以后香港进去 那根本最严重的时候 可以说它几乎比台湾跟日本 跟美国大 加起来大 投资的状况更明显 台湾在中国的投资 不要说是中华民国政府公布的 如果美国统计更可怕 包括三角转投资也加进来 我们就发现很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台湾对中国的投资 在之前的几年 我现在指的就是2016年以前 甚至你可以再往前推 我们看到什么 占GDP的比重或金额比重 都曾经占到世界最高 这种情绪之下 当然台日的贸易关系 相对就比较没那么紧张 因为它没那么重要 是 是 那么当台日的关系 没有那么紧张的话 可是事实上 我们说其实一直到2016年 两边的进出口贸易 还是非常密切的 那接下来还是请老师 来跟我们说一下 那这几年来呢 台日之间的关系 进展的又是如何 是 我想这里面 关系是密切 用两个对比你就知道 2011年 日本311大地震以后 台湾民间监管 是世界第一名 这个总金额不是 还没有出人口 所以这让日本人 产生的对台湾另一个感觉 从李登卫时代开始 日本对台湾来讲 我觉得有一定的亲和力 甚至日本觉得很多 日本不见的东西在台湾找得到 对右派人是这样的 人来讲 但是实际上 所有的经贸互动 民间往往太多了 包括观光旅游 很多所以关系之密切 可见一般 加上什么 彎生回家之类 彎生这种考量进来 更多的变数不断的进来 让大家感觉非常密切 那这样的状况 对台日的关系的发展 可以说是 当然是一个正面的因素 一种 特别是 自民党在上台以后 台日关系更明显有改善的状态 不过也是因为311大地震 日本发生了严重的核灾 所以受到核污染的产品不能进口 这是很正常的 可是我们台湾处理的方式比较奇怪 我们不是检验说商品有没有被污染 而是划定很多地方 比如说核灾区食品进口禁止 这个在2018年的公投通过 那这事情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我简单说一下 就是说如果你是日本 迪士尼热业 很多台湾都去 那地方就是核灾食品区 那核灾区 台湾的去他们一直吃 到成年机场 到成年机场就开始吃 但是那些东西不能购到台湾 因为它有污染 但是你去那里就一直开 你说这是很奇怪的东西 所以这样的结果就影响到 台湾跟日本的经贸的互动 跟外交的往来 这是变成一个变数 那也许未来大家在回归 因为没有人要吃核食 所以凡手污染的进口 当然是的 但是是不是能够 避免现在这种僵化的处理 应该是有利于台日发展的一个方向吧 今天教科书外的台湾史就到这里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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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